高圓圓和趙又廷2014年結婚 夫妻倆都相當低調很少公開曬恩愛 三月低調九月讓人好奇 這次回台當然也少不了 關心一下啦 據台灣媒體報導 高圓圓陪趙又廷爸媽外出 全身休閒裝扮 搭上黑色鴨蛇帽 途行走去用餐 但途中高圓圓卻臭臉一張 心情看起來不太好耶 一直到凡家了才稍稍露出微笑 但經紀人說只是天氣太熱啦 除了公主和王子的生活 大家更關注的就是高圓圓的肚皮了 已經兩年卻始終沒有動靜了 而這次來台的另外一個目的 被爆就是為了看婦產科 是說台灣婦產科超有名 所以打算來取經一下 希望就由孤僻來調理身體 早日獲得寶寶 就連老公照用品之前上節目 也不小心說出心聲啊 我排斥過啊 對 但是要找到一個好的機會 你老實說是喜歡大夫妻男 還是燈寶寶兄弟 你看 大夫妻男那我得先生你看啊 怎麼說生 就希望越快越好囉 對 燈寶寶一次越擠越難呀 所以夫妻倆都表示還是順其自然 如果大家先夾到外面 找到外面 大家都要集團 到外面 找到外面 找到外面 成績 讓人知道 找到外面 發生 成績